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欢迎收听FM91.7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主持人黄光琴 我们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先为各位听众朋友来 解析一下今天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前国防部部长林中斌 他接受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的专访 涉及了敏感的武统的问题 那他被问到了相关的问题 他提到 就是说 第一个他从99年就提出 解放军未来战术的观察 是所谓的点穴战 意思就是说 他只要像点穴样 就可以瘫痪全身 而台湾指挥系统 如果一旦瘫痪 中国大陆已有能力 什么样的能力呢 就是台湾要抵挡 是非常困难的 台湾内部也自己承认 只是48小时 或是72小时的时间就不同 所以呢 简言之 我们的林中斌前国防部副部长 他的意思是 台湾将撑不过三天 那我们看到年金改革 现在克正在 这个沟通当中 有一位48岁 才48岁 但是退休却 请领了1200万元 退休金的退休老师 他自己手写 他的一个感言 他说够多了 那我们也看到 最近有一个 涉胆包天的小黄司机 他涉嫌迷婚 三名来台观光的韩国妹 这个事件呢 引发国内社会的震惊 那韩国民众呢 也群起踏伐 那包括 住在台湾的韩国人 以及呢 本来打算来台湾参加自由行的旅客 都相当的疑举 那包括台湾 韩国多家媒体也痛批 台湾的治安变差了 那另外呢 因为一则武术为名的脸书的报导 引发了媒体的广泛的关注 就是呢 之前曾经引发社会新闻的 朱元璋 第16代孙 北市的一位里长 他是自称是朱元璋的后代 那因为呢 他设下一个武林陷阱 持刀砍断 柔道高手的绞筋 那依照重伤害 恐吓强制等罪 现在目前遭到起诉 也曾经收押过200多天 之后交保 这案件还在审理中 但是呢 我们的总统府 却迎接他进到府内 表演空手道 那他还亲自在脸书上po文 自豪呃的表示 现场观看的府方同仁们 与各部门的长官们 一致称赞表达 我们是空手道的呃 演武哦 就是呃 像子污打的这样一个段述的一些呃表演者 是今天总统府宴会当中表演的最精彩的 好 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几则新闻哦 那我们这一段的一个小时时间 我们邀请的是呃 绿色消费者基金会的董事长方简 方简你好 光潜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对方简我很早就想邀请您哦 嗯 那但是今天邀请您来的最迫切的一个呃 原因就是我们的电业法哈 电业法在立法院被排入这次的临时会三个最主要要通过的法案 哎就无声无息的就这样子无意义的就这样通过了 呃 方简不知道什么看法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局 嗯 包括我们去年在抵抗那个那个核导福导的核实进口的问题 还有就是核一厂的重启的问题哦 那那那个我们都算是暂时挡下来 那这个为什么挡不下来 因为后面牵涉到利益非常广大 嗯 哦 而且我也写过一篇就是 这96条每一条都是掏空台湾的 嗯 那这也会变成呃 蔡英文未来执政的96道阴影 嗯 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呃 这个法案 其实没有经过大家充分的讨论 包括了立委 我也去访问了几位立委 呃 我不敢说是游说他们 只是想听听看他们的意见 嗯 那他们就很坦然就是说 他不懂电业法 都没有办一个有呃 这个来研究的吗 来用功的吗 是啊 我就说当我们的车坏了 嗯 然后拿到车厂去修 嗯 然后车厂的这些修车的人跟你说 我们不会修哎 我们不懂这辆车 那怎么审法案呢 他是他是原来是修轿车车 今天你开个汽车过去 嗯 他说那你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大家如果不懂 嗯 你就不要修啊 发现有法案助理不是吗 是啊 法案助理也不懂 也不懂 那有的是略懂一些 但是装糊涂了 嗯 有有很多啊 这个你要知道在过去二十年来 嗯 这个电业法六进六出立法院 嗯 譬如说何建民 嗯 他他就 他有他的版本 也给了那个高直鹏 嗯 那高直鹏的法案助理是 那个 素党的 以前绿党的 嗯 也参加过很多次选举的 呃 潘汉生 嗯 那潘汉生不懂吗 就说 其实他们讲不懂 也倒是被逼得不得不这样说了 因为这里面也的确有很多东西 涉及专有名词 如果你不是长期对于这个电那么了解 嗯 但是而且他这里面已经超脱了 就是说我们一般对电的认知了 嗯 他已经创造 就是台电很厉害 就创造出一大堆的新的名词 比如说 那个发电机爆炸 嗯 他说高温挤压 哦 这个就听不懂了 对 你一讲爆炸 你懂了吧 那不是爆炸 是高温挤压 嗯 哦 比如说他排放的热废水 嗯 废热的排放叫热废水 他不是 这叫温排水 哦 他们很会去创造一些 很奇怪的 这个社会 没有办法共同认知的事情 嗯 包括了 他把 发电业 就是发电厂 嗯 发电是什么 就是发电厂嘛 嗯 发电厂变成非公用事业 哇 那好 那我问你 我就问他们说 非公用事业 嗯 那公用事业我们都懂 对 英文叫pub utility 就是给公众来使用的 软体硬体的东西 包括了 你像这个电台也是公用事业 因为大家不特定的多数人 会来接收到这样的服务 或是产品的 或者说公共汽车 捷运 这些都是公用事业 甚至学校也被认为是公用事业 这个东西 他有他的 第一个公益性 嗯 公众性 跟公平性 嗯 而且他有特权 那 这个是我们对公用事业的定义 对不对 他今天把他说白马飞马 你不是白马 嗯 那你是什么色的马 他加一个飞呢 他就是不是了吗 他就不是公用事业 but anything else 嗯 就是 英文讲说 is not public utility 嗯 but anything else 嗯 OK 这个 就是他可以是任何的东西 他爱让他变成什么 他的空间就是极大化了 变成非常大 是 好 我们今天邀请方简 其实跟你我都有息息相关的 就是一个 连我也不懂的 这个电业法 他巧巧的三读通过之后 会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台湾 会造成什么样的剧烈影响 如果他背后又有庞大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是彼此捆绑的 又没有被解读出来 连媒体记者可能都搞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对我们的危害又有多大呢 我们先秀一下 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现场 我是黄光琴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的是 绿色消费者基金会的董事长 方简 方简你好 其实刚刚 我们谈到电业法的 不过就是蜻蜓点水 我们开个头 其实方简 他 早在一两个月前吧 他曾经抱着电脑来跟我 简报过 电业法 我说实在 我到十字今日 我都进不去 是非常难懂的 更遑论 他刚刚提到 有一些立法委员 不做功课 也从头到尾都不懂 所以这个法案就稀里呼噜通过 甚至还有立委闹笑话 所以发现 你可别用很简单的语言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 应该智商比我高 但是用白话文来跟我们讲 为什么要修这个电业法 以前是怎样 现在又修成怎么样 为什么要半套半套的来 我想 第一个 我先 调整一下 我想不是半套 是反过来 他说东 明明往西 那不是半套 是反方向 反向操作 反向操作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碰到电是什么问题 你要修法一定是要解决问题 你哪里坏了修 两个月前我来拜 我拜访你的时候 是在讲说 我们不要修法 以现在电业法 就可以解决掉 缺电的问题 绿能的问题 要调还有废合的率问题 还有电价不上涨的问题 对不对 这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就很清楚 其实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资讯公开 你要把这些资讯都要公开 所以其实对一般的消费者 第一个会关心到是不是会缺电 第二个就是电价会不会上涨 很多企业也关心 对 我们讲消费者是包括了工业用户跟民生用户 可是人家说你激进派 会不会 我们讲道理 如果说我们把事情讲清楚的话 激不激进 我觉得由大家来判断 那第一个就是缺不缺电的问题 我长期以来主张 根本连三个核电厂全部关掉都不缺电 到今天还是真 那当然就是说有人说什么产业结构什么 我们不要去谈那么复杂的事情 我们光是去讲 就是说你家里面如果有几辆车子好了 我们总共的发电量是48个Gigawatt 就是48几瓦 就是480亿瓦的电 大家听不清楚 听不懂 但我跟你讲吧 你有48辆车 可以吧 48辆车 你就可以养48辆车的这样的一个电量 你最高用的车用到多少辆 36辆 平均你用到多少辆 你说家里一个人有这么多车已经是很饱了 可以老够了 对 你就说你有36辆车 需要最高峰需要用到 那平时呢 平均大概不到30辆 28 9辆 那最不常用的时候 只要20辆车 你今天有48辆车够不够 够嘛 所以你是离间峰的问题吗 就是我们用量高峰 大的数 你有这么多的 你36跟48差12 差了三分之一 所以你的电绝对够的 就33% 你的多余 多的被载 那全世界的电力公司 大概只有20% 顶多就20% 为什么 因为你太多的闲置的话 你去问一下张忠谋 问一下郭台铭 你有20%的工厂都没有在生产 你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紧张 工厂会破管 破产会关门 所以为什么台铭一直喊破产 因为你闲置的机组太多了 而且还有一个核四 花了3000亿 一度电也没发 对不对 那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反对 核四运转 我在整个主张里面 我没有反对核四运转 我说你运转给我看看 他运转不了 我像我一个车的引擎 根本火星塞都装不上去 点火系统点不起来 他的控制室连不到卢星跟他的契机 你觉得那个车子会动吗 对就是有点跟他对赌啦 不是 就是我们下一阶段所谓的和安的问题就跟不用谈了 你先给我启动看看嘛 你不是对赌 我都是有真凭实据的 因为很简单嘛 你去看他的控制室的 那个控制的那个线路 那些揽线都没接起来 你觉得那会动吗 更遑论以后了 对 你有你有做过安检测试 有测试记录报告吗 拿不出来呀 可是方姐你提到就是说 不缺电不缺电不缺电 对 可是企业一定是第一个担心 那再加上我们的政府官员 从林全到这个张景森 然后到这个经济部长 这个李世光 其实林全他何以要失言呢 他说这个合一跟合二搞不好 因为缺电的原因可以重新开封之类的 那这样不是惹骂哀吗 他有这么笨吗 所以到底缺不缺电 很多听众朋友讲说 是你才说不缺电 你凭什么告诉我们这样 我们在去年七月的时候 郝明先生不是弄一个开放台电吗 是 对不对 我也一开始我也参与 后来退出了 为什么退出 因为其实我们 我只要一个一套数据 就是你每一个机组的 发电的能量能 能够发多少的 你有多少的capacity 你的能力有多少 你发了多少的量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整个算出来 到底够不够 我刚才讲 你最多 你有 你总共有48辆车 你最多用到36辆车 那这个时候是哪几辆车在用 哪12辆车没在用 你说台电隐匿的意思吗 对 他在隐匿这些资料 那里面一个 这么来比喻吧 我们有八辆车 这里面有八辆车啊 是 就是 民营电厂 不是台电的 其他都台电的 八辆车 那有七辆车呢 是 那个气垫共生 就像 那个Uber一样 像Uber一样 对 那 Uber这种车就是说 他平时有在 自己在用 有自用 但是你必要是可以把它整掉过来 那那是非常好的尖峰用电 就说我尖峰 嗯 店不够的时候 我给你买电 用比较好的价格 他说 哦 他很贵 四块钱 五块钱一度 你知道台电尖峰用电 一度电要花到七八十块的成本 你花四五块钱跟他买 滑得来 滑得来 对不对 就算太阳能好了 现在七八块钱一度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尖峰都是中午 那个高峰用电 其实是滑得来的 而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 闲置的基础 找出来 嗯 你把它替换掉 或是把它更新 变得更有效率 嗯 可是方姐 你有没有算到 他们常讲的理由 就是税修啊 或者哪些有突发状况啊 那更好笑了 或者说什么 包括台化 如果招到停牌 他们有算出 他的一个少了 哪些电量吗 台化你知道多大 刚才讲是 多少个机吗 对不对 台化是零点零八二个机 对对对 零点零八二个机 会关系到痛痒吗 不痛不痒 可是他们说 如果连锁效应的话 骨牌效应的话 对那什么都有骨牌效应 那为什么不讲 我们核电厂 连锁反应 倒成核灾呢 那不更真实一点吗 已经看过 那 那为什么我们这政府 好像疲于奔命 穷于应付的感觉 都一直怕缺电危机 台电一直不拿出 这个资料出来 我看了一部分 经济部内部的资料 他们台电自己承认 有五点六个机 是气电工程 是可以调度的 嗯 为什么他不承认 那为什么 我们核电是多少个机 5.14机 你5.6机 是可以调度来的 你根本不要核电 那台地 隐匿的最大的因素 是什么 他可以要讲 他国营事业 他要创造 尖锋缺电的假象 他尖锋 可能一秒钟缺电 他跟你讲 24小时缺电 台电很众多 核研所的 清大核工系的 对不起 核工系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内部的精英阶层组织 多半都是核电派 所以他们就 不止核电 不止核电 其实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其实是燃料采购的问题 包括了燃煤的燃料跟燃气的燃料的采购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看电业法里面的一个最精彩的部分 对 其实方简的意思是说 台电他们本身为了这个维系自己长期以来的一个最大利益 所以他有隐匿的这个动机 我们先修一下 我们进入主题 这个慢慢娓娓道来 就是说 刚方简建构了 就是说 我们先要探讨我们电够不够用 我们才会接续下来去探讨电业法 为什么要修 好 我们先修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抢先报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晴 我现场邀请的是方简 方简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是为了我们要探讨以下这个电业法的修正 做一个伏笔 电业法的修正 你可以告诉我们说 他有没有必要修 那以及像修成什么个样子 如果他背后有庞大的利益牵扯的话 那为什么民进党敢于通过 我想这里面 我反过来讲 就是为什么民进党敢于通过 因为这里面 其实我的调查有一个这样的逻辑 就是因为缺电 然后核电厂要停 2025要非核家园 所以我们要发展绿能 所以现在要绿能先行 然后电业自由化 这样的话就可以创造一个店的理想国 大家就可以买到绿电这样子 然后也不缺电 对好清楚 对很棒对不对 没有错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要的目的 但是我们我两个月前跟您报告就是 其实现行电业法完全可以做到 而且地方政府 都不需要修了 完全不需要修 所以我在10月的时候也公开宣布 就是要成立公民电力公司 那他现在修成什么样子 现在我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的重点 他发电厂变成了非公用事业 是 这里面他又说绿能先行 但里面又拖 又设了一个伏笔 就是我为什么说这里面自制桌租机 自制都要掏空台湾 他有96条96个96到掏空台湾的阴影 都会音验在蔡英文手上 对所以这里面蔡英文认为说 我们要发展20Gb的太阳能 我是觉得那是荒唐的事情 不可能的 因为台湾最多4Gb太阳能就够了 因为他尖锋那个用电是刚好的 他有一个整套的一个配套的东西 但他们认为说 可以推动太阳能模组的机组 让这些公司啊 能够上市 因为这是台湾现在最少的部分 你要20G台湾现在连0.8G都不到 所以有很大的发展攻击 可以说是大工程 对 我觉得这个后面的思维逻辑 很像什么 生技产业 我了解 他们不熟悉的东西 但是被一些人套住了 有人讲了天花乱坠 然后配合他政策 到底是本一笔还是本梦笔 就最后还是盛柔吗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的开始 那后面到台电手上 台电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 刚才讲燃煤燃气 这些能源的交易 包括核燃料交易 跟军火交易是一样的 在国际上面 你有没有看过 谁在那里公开招标的 都OECD开会 怎么样 然后OPEC开会 怎么样 那个其实后面是几大家族在控制的 过去台湾是其实小的player 你讲的几大家族是不是讲民营电厂的部分 能源交易跟电厂又不一样 它是原料的来源 这样过去在 就是49年 1949年以前 中国这套部分是被四大家族控制 OK 那包括了 后来我去美国 包括Chevro 美国很大的石油公司 里面都有 那个宋美龄家族 孔宋家族控制 那台湾呢 台湾到今天为止 我也问过柯建民 他说他今天要搞 阿扁执政八年 也没搞清楚 这个有15%的公定的回扣到哪里去了 搞不清楚 OK 那我问你 王永庆 为什么海外有上千亿几千亿的 基金怎么来的 他卖石油啊 卖汽油啊 对不对 能源交易 也有发电 他有气电共生 他的发电厂很大 那你所谓的15%的这个公定回扣 这是什么 我很有兴趣 比如说 这个是 这个叫做table manner 国际餐桌礼仪 你上这个台子 你就得要吃得下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在后面 包括他们这些人是可以发动 伊拉克战争 要打伊拉克就打了 这 那台湾在里面只是个小的player 你就得要按照这餐桌礼仪去做事情 OK 人家给你小费 你就得拿 你不能不拿 OK 那我打个比方 你拿100块钱做生意去买原料 那你有15块钱回扣 是放在海外的口袋里面 基金里面 然后你回来以后 你的工厂 银行贷款 因为这个店业是稳赚不赔的 保证的 所以你100块燃料 然后卖200块 这还是比较客气一点的 那你有百分之十几的这个利润 对不对 所以你又有20% 所以你就拿100块钱 马上赚35块钱 而且一直赚 他是只要发电就一直赚 而且台电会优先调度你的电 为什么 因为你跟台电的关系很好 你让台电的这些人退休有位置做 所以他把它变成非公用事业 他就可以变成无数的公司了 所以如果这边要讲 就变无数的总经理总市长 背后有庞大的利益牵扯 那我们讲说可能会涂利哪些人 哪些人会获利 就是大狗走 大动小狗走小狗 就是台电这些高官下来 就有去接一个民营店长 然后全转门转一转就进去了 当顾问 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已经是潜磕累累了 潜规则了 那还有谁呢 你现在可以看看有谁 台移 远东 这些台数 以前还有王又甄家族 现在没有了 以前是森霸 立霸 这个集团 是比较后期才成立的 对 所以这一些 他想分给谁就分给谁 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 是民营党想要把这个东西再拿回来 可以控管 以前是很难控管 现在就好 可是民进党他或许在修法过程中 一直讲就是说我们寻习渐进 而且他打着绿能作为一个修法正当性 你觉得这个正当性合格吗 绿能更好笑了 他 我刚才讲 全世界没有人把电厂当成非公用事业 那你非公用事业 那是什么事业 你告诉我嘛 就一般民营企业了嘛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其实有点欠生不明了 半官半明 而且很重要 公用事业他的资讯都要公开 我刚才讲 现在你都要不到他的电厂的基本资料 就是他的产能产量的资料 以后怎么要得到 那就更那个了 现在他把绿电 这也是全世界没有的 绿电要有备用容量 譬如说你今天发100 你要有20%的备用 你去哪里去叫他升20% 他自己去开一个锅炉 火力发电去做20% 不可能嘛 那结果呢 就让刚刚讲的这些火力燃煤燃气的 来投资绿电 因为绿电好赚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目的 是刚刚讲的后面这一层 他有一个引导作用 是 他你别人没办法做嘛 你配管线也配不上去嘛 你这些都配不上 所以美其名是大家都可以参与 解放了自由了 可是事实上还是羊猫出在羊身上 是量身打造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民进党在创造民进党的赋水组织 过去是国民党的赋水组织 在分吃香喝辣的 他的四大家族在分这些东西 那现在呢 房姐真的很严重的指控 而且你的文字 大家整着看 那火力发电的这些人 可能是哪些人分一杯羹呢 大家在等着看嘛 现在已经有的嘛 现在台面上有的嘛 像这个东西的分析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偏僻入理 其实是很多国营事业 跟台电退休的一些人 他们我请他们吃饭 然后谈这个事情 他们看到这个 哇这个他都可以指出 这一条是帮谁订的 那一条是帮谁订的 所以后来有一些台电工会的 或者说台电的过去 也曾经参与政治的人物 他们出来是反对 他们认为这是会土力财团的 这意见您是同意的 而且电费一定涨 成本一定增加 也可以蔡英文就说 为了政治的考量 他就把电费压下去 但成本一定增加 就由其他的国家的部门 公部门的钱去补这个洞 其实方简他对相关的核电 或者是相关 只要跟电有关的 不管什么样的能源 他都相当了解 而且他奋动多年了 他刚刚在尾巴留两个伏笔 一个就是我们等着看 未来可能是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第二个呢 他带出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 我今天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也是听众朋友 或许会关注的 就是我们以后用电 会不会不降反真的 就是说我们会负担庞大的 这样的一个 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经费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一旦有任何的补贴的措施来讲的话 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是我们纳税人 必须要又付出了 好我们先修一下 我们再往这两个角度来进一步的来探讨 欢迎回到 POP抢先报节目现场 我是黄光琴 我们现场邀请的是方简 方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换算为消费者 他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用的电 未来可能会涨价吗 这是我最关心的 我刚讲到他把电业的整个业务的结构都改变了 他把结构成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 包括绿电 他要备用容量 包括了所有电力公司变成非公用事业 发电厂就变成非公用事业 这个东西就会造成他的成本就会不透明了 因为他非公用事业你今天你叫台电都不公开出来他的成本 我们千方百计好命花了洪荒之力都没有 对对最后找出十个缺电之狼 可是你真正他的成本结构 我们也请了会计是因为他不交出来就是不交出来 这是第一个层面 对所以你没有办法掉到他的成本 第二个就是说他的整个行政管理层面也被他搞得大乱 除了主管机关以外 主管机关在中央是经济部 在地方是地方政府 原来的电业法 地方政府有很大的监督管理权利 现在全部拿掉了 他只是核转一些东西 所以我要申请电厂要透过地方政府核转 他等于变成一个推示 他根本就不管事了 地方政府的公权利益 对原来地方政府如果看到核电厂有安全隐患的话 他可以进去 让他停工的 其实朱立伦也好 或是现在潘孟安也好 过去的县市长 他们都没有用这一条 后来我点出来以后他们把这条拿掉了 还有呢 还有就是说 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他又创造了一个 电业监督机关 那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所有东西 什么建价规则什么都交给他去订 刚刚讲到如果他变成发电厂变成非公用事业 他可以变成无限多个总经理董事长出来 可以不断的分裂 你也意思说这当中又生出另外一个黑机关呢 对 这里面 对没有错 原来这个监督机关 电业监督机关是行政院指派的 对 后来有人就说 那这样的话他跟经济部的关系是什么 是什么 不是乱伦吗 对 对不对 好现在是由经济部指派 只有指派这两个字 没有他的组织法 没有这些东西就是指派 就是一张空白支票 我说这种东西你怎么可以让他通过 嗯 然后给他了很大的授权 嗯哼 就说你去决定 电费有多少 决定电价 然后所有的监管都给他 嗯 那他会是谁 那立法院可以监督吗 没有 也没有 没有 原来是你要报到这个 这个督导的物价 电价的这个 呃 顿售费率委员会这个来审议的 现在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东西 也被破掉了 所以以前就是立法院可以控制他 是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马英九油电双掌 对 就大家闹得一塌糊涂 对不对 那今天他要涨 嗯 会失控 第一个可能会失控 就是说他就让他放手 就让他涨了 嗯 第二个 蔡英文承受不住压力 把他压下来 现在有没有涨的趋向 绝对有 他会诉诸 哦 因为怎么样原因 能源现在已经涨了 对 前几年是 就不断跌嘛 现在一定全涨嘛 这样川普上来以后一定涨 这是可以想象的到的 不会有去年那样的能源价格 那个 这个是可以想象到 还有一个就是说老旧机组的厨艺嘛 是 还有一个就是更大的台电有将近净兆的亏损 嗯 你要补回来啊 对 你从哪里来 你一定从你的最源头发电去补嘛 对不对 那我们会说那个政党啊 他看到马英九过去的硬件 他会觉得说 哎 我们也不可能像重蹈覆车这样子随便乱涨啊 我想国民党可以不断的失去政权 民主党也失去过政权 所以历史会重复在演 同样错误还会再发生 我想这个不用 所以方姐你大胆预言就是说 未来可能走仗 然后上涨了这样 我最担心不是这个 是核电现在 现在陷入一个无政府状况 嗯 现在的原人会主委副主委根本不懂核电 现在核二厂的严重的那个燃料棒破损 以前是毛定罗酸断了 现在燃料棒破损已经整个都已经完蛋了 但他们还要逼迫他再上去运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是在玩命的一个政府 其实过去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我们媒体有探讨过 甚至在台面上 呃 其实方姐你也知道吗 那时候大家看到一幅幅一帧帧的照片 然后真的是发现有这些问题 大家才口诛笔伐 可是现在不是一样吗 照您所说的 我现在很怀念马英九的时代 他们决定说你们无事生非啊 我怀念马英九 以前马英九乱搞 我们还可以找人制裁他 现在我们找不到 国民党没有人要去制裁民进党这边乱搞 你也觉得他们失职啊 是啊 没有用功啊 没有认真 因为长期以来他们跟台电太好了 body buddy 那确实是一个问题 台电台电一年几十亿的这个敦青木铃啊 怎么发出去 是 那会不会又衍生的新的这个权贵世代 或是说政党 我刚才讲就是说 新的民进党的赴水组织的诞生 就会从电业发生 那我们一般的民众该怎么办呢 或是说我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有任何政府 他说哎呀 那我们缓账 或是说我们需要 未来在哪一些这种漏洞上 我们政府需要补贴的话 那又是一笔横财啊 所以我去年就已经开始发动公民电力公司 要集结公民的力量 如果我们有一百万个公民电力公司的股东 就是我们用电户集结起来 那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政治上面去制衡他 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去解决 不是技术问题 其实方姐你用这个成立公司的模式方式来搞运动 其实很多人不解甚至抹黑你 就是说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很短 我们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总结一下 就是说最下端的消费者始终都是被杀出拔毛的对象 那你如果美其民说你又是改革电业法 你看我们通过 然后为了避免冲突 我们先先办到好像我们政府围得很足哦 这样的感觉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些都是我们选出来的 总统到里长都是我们选出来的 那将来我们是不是要自己接管台电 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事情 哦这个是运动的最高极致 我们可能小市民没那么多的这个能量 那个劳工都可以接管工厂 为什么我们消费者不能接管台电 是好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方简 他跟我们谈到非常多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电业法修正过程当中 有很多立委 因为他们听不懂看不懂也不愿意用工 所以很快的就把这个议题给偏废掉了 那今天方简跟我们谈到 从最上端缺电的问题 是否缺电的问题 那一直谈到电业法之所以修正 然后其实我们因为今天时间不够 我们还本来想再延伸下去 像核灾食品以及其他的这些面向的议题 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今天非常谢谢方简来到我们现在 我们相信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跟时间拨给你来跟听众朋友解析 他们切身相关的这些用电跟电费的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方简 其实我们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 第一个小时大家都已经听到 我们邀请的是打算参选国民党党魁的前立委 韩国瑜他也是北农的总经理 他才宣布辞职 可是他的这个辞呈可能要董事会通过 可能要到三月了 那我们节目其实也早就安排了 其他几位的党主席参选人 包括吴敦毅 包括郝龙斌 包括詹启贤 他们会紧接着陆陆续续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一个邀访 他们会在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 透露非常多他们的一个动机 以及未来参选的一个理念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此一段落了 欢迎您明天同一个时间 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十一点到一点钟 准时收听我们的POP抢先报 我们的频道是FM91.7 POP Radio 接下来欢迎收听连丸抢先报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制作人高培轩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